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得知女友马德林另有对象的时候 也是崩溃不已的 这段感情以此画上句号 傅雷于1932年回国 温满美丽的朱梅复 重新唤起她的爱情 她很快仍娶了小表妹 除为傅雷和朱梅复的流眼 蝴蝶美艳不可方物 民国第一美女 中国电影史上的一颗耀眼的巨星 也是中国第一位真正意义上的皇后 被誉为中国的葛丽太家宝 蝴蝶凭借美貌与演技闻名全国 她如同一只彩蝶 在影坛神奇的飘飞似石鱼仔 即便经过岁月风雨的敲打 也没有摧毁她的意志 蝴蝶真的很美 戴笠更是对其一见倾心 她已侦破蝴蝶股品丢失案为由 得到蝴蝶的防新 1944年圣诞节 戴笠公开了两人的关系 1946年3月17日 在上海的蝴蝶与潘友生办完离婚手续 等待着戴笠来迎娶自己 直至戴笠去世后 蝴蝶举家前往香港 于1948年宣布西营 1989年 蝴蝶在温格花病逝 中年81岁 1919年 王庚认识了北京交际花鹿小曼 此时的王庚前途不可限量 鹿小曼的父亲 把鹿小曼嫁给王庚 郎才女貌 是多么般配的一对 王庚面对美丽的娇妻 难免有点不解风情 1924年底 王庚认哈尔滨市警厅厅长 他担心妻子寂寞 只能把娇妻托付给好友徐志摩照顾 只能说 王庚作为一个将军 可运筹帷幄 决胜千里 却预料不了结局 王庚最终成全鹿小曼和徐志摩的爱情 同意签字离婚 此时 徐志摩的妻子张又宜也同意离婚 1986年 鹿小曼和徐志摩步入婚姻的殿堂 徐为诺小曼 徐志摩在花园中游玩时的流影 林徽因是财貌双全的名媛 原籍福建民侯 父亲林长民毕业于日本早刀田大学 曾担任北洋政府司法总长等职务 林徽因因为随着父亲游历欧洲的经历 立下了研究建筑学的志向 随着父亲升迁的脚步 林徽因一家也有杭州搬到上海 而后迁居北京 同时他也因远离故土而感到孤独 结识了浪漫诗人徐志摩 两人向彼此敞开心扉 他受到徐志摩迅疾而强烈的追仇 最终16岁的林徽因选择郑重珍藏这份感情 抱以朋友间的敬重和挚爱 不顾对方破釜沉舟的付出 时光荏苒 林徽因依然是那最靓丽的风景 令人难以忘怀 注 其文解密原创文章 未经允许不得转载 图片来源互联网 版权归属作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李宗监